註冊 哈囉!大家好,我是許醫師 我有一個66歲的病人 他來我的門診時 右腳特別腫痛 而皮膚已經變黑、變硬 沒有彈性了 像素皮一樣 我稍微檢查一下 血管裡面已經有血塊阻塞 接著我幫他做血管超音波 發現靜脈的功能已經受損 造成靜脈血液逆流 而靜脈曲張的血管內 有發現血塊 血管變成慢性發炎 造成局部的血液淤跡 皮膚下面水腫 有止化硬皮症的現象 我跟他說 要盡快處理 現在血塊還在局部 還沒有蔓延到深部靜脈 如果蔓延到深部靜脈 會造成深部靜脈痠塞 或是肺痠塞 而到了那時 微創手術都無法做了 要住院手術了 很多疾病 平時沒發病都沒事 像是高血壓 糖尿病這種慢性病 有人高血壓沒吃藥 血壓高達150毫米拱柱以上 一樣跟你說人好好的 不會不舒服 但高血壓一旦發作 就會中風 心肌梗塞 甚至猝死 產生非常嚴重 而且致命的併發症 而靜脈曲張也一樣 很多人有非常大顆 突起的靜脈曲張血管 也常說不會怎麼樣 但靜脈曲張一旦發作 產生血栓靜脈炎 雙腳會紅腫疼痛 嚴重的話會無法行走 像阿姨的病情已經到了慢性血管發炎的程度 這時治療的療程就會拉長 除了要使用雷射的能量 將大眼靜脈的源頭出閉合 先降低主要的靜脈壓 初期還要搭配口服藥物 讓發炎的皮膚緩解 此外 針對其他擴張病變的血管 還需要多次的注射治療 而這個階段 皮膚非常不穩定 時常會反覆的發炎疼痛 控制不好 容易使紅腫更加劇 所以要有耐心 才能完整的將靜脈曲張根除 靜脈曲張如果再初期 還沒有造成色素沉澱時 手術後都有機會回到正常的腳 如果拖到後期 產生了色素沉澱 病情大多已經不可逆了 這時治療 頂多讓色素沉澱變淡 很難完全去除色素沉澱 阿姨的腳經過治療後 腳上的血栓清除了 靜脈曲張的血管也清除了 皮膚也變軟 沒有和素皮一樣硬了 色素沉澱的情況也改善了 太多了 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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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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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师也要有耐心 这样才能有效治疗好静脉曲张哦 阿姨她非常的热心 她跟我说 一定要把这个治疗经验 分享给其他人 希望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身体 不要不是静脉梁曲张这个疾病 早期治疗 避免后续的并发症哦 各位还喜欢今天的主题吗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医学知识 欢迎留言给我 或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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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